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講一個 又是中國千年未解之謎 這個就是在我們的馬王堆 那個女師 對 伸墜夫人 首先講這個伸墜夫人 怎麼會被人發現這個女師呢? 話說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當時的中國就是處於一個 深惑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時代 在這個距離馬王堆附近 有一間部隊的醫院 打算在山丘後面去畫一個防空洞 在這個畫防空洞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了這個墓地 當時發現的時候 首先找到一個洞 說那個洞當有些涼氣滲出來 然後灌水進去反而會倒灌出來 大家覺得很奇怪 於是通報了當時的湖南省博物館 再由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去參與 最後就發掘了這個馬王堆墓地出來 我去過 我還見過一個女師的真人 恐怖 因為這個我們有空才說 這個女師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原因是因為她還是一條 濕絲 只是好像一個沉睡了的女師 不是我們所說之前看到的那些屍體 那些叫乾絲 因為她是濕絲 但是木蘭伊那些是乾絲 所以你會作為一個濕絲 可以保存得這麼完整是很難的 那在講這條屍體多麼神秘之前 我們首先講一下 究竟這個新追夫人的歷史是怎麼樣 那話說這個新追夫人呢 其實她的丈夫就是這個利蒼 那利蒼是什麼人呢 其實就是這個長沙國的宰相 那時候其實就是在西漢的初年 西漢初年就是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之後 她就改進了 或者叫做對於秦代留下來的郡縣制 採取了一種相對來說是四不像的方式 採用那個叫郡國制 郡國制其實就是把整個國家的國土 一半就是用秦代留下來的郡縣 就是中央集權直接管治 而另一半就是用回以前西漢流下來的分封制度 那在漢高祖劉邦的時候 她就一開始分封了八個異姓王 包括了韓信 其他那些有功的功臣 但是劉邦覺得這些異姓王可能不是那麼可靠 所以逐漸就淘汰了其中的七個 就是以一些謀反不同的罪名 而剛才說的那八個異姓王當中 長沙國是最忠誠的一國 所以她立國的時間和她的國造是最長的 其餘的七個異姓王當中 有一個是懷陰王 英報其實就是吳銳的女婿 那當時吳銳的兒子是第二代的長沙王 她是大義滅親殺了這個姐夫 今集我們要說的這個新追夫人 她的丈夫利創就是漢高祖劉邦派遣下來這個國家做宰相的人 這個新追夫人因為她的丈夫做了宰相 所以其實她當時在西漢時期 她是生活在一個富豪世家當中 那時新追夫人生前 就經常都胸口隱隱作痛 在長沙棍找個不同的名醫去醫治她 那時就說她心血不足 這個乾腎陰虛等等 於是就開了一些方給她 並提醒這個新追夫人 少喝這個高粱之食 高粱之食就是肥肉 是一些穀物 就是她有三高 沒錯 所以其實當時這個新追夫人 已經有我們現代人所說的一些富貴病 即是有機會她好像應該是中風 或者心絞病發作死 是的她是吃得太多肉 到她真的病發那天 她真的有陪到一些來家作客的客人 吃了一餐大餐 那之後呢 即是有些客人捧了一些外面上供來的 一些瓜子和一些甜瓜 那這些全部都是長沙國一些上好的食品 她就不知不覺地在那裡吃瓜子 吃甜瓜那樣的樣子 那最後呢 她就一命烏夫 享年呢 50歲 那現代的事件報告發現呢 其實呢 她是死於這個膽囊炎而引發的觀心病 那可以說呢 她當時的生活呢 就是因為可能是太過得閒 那吃得太多好東西 所以最後就短命了 在這個事件報告裡面呢 發現她的胃當中還有那些 甜瓜和瓜子 那所以證實她真的死了 那當她死了之後呢 那她的丈夫呢 這個離瘡呢 當然就非常之傷心啦 那她的丈夫呢 就幫她訂製了一副呢 整塊烏木製成的棺木給她 那而且呢 那在她的陪葬品裡面呢 也都有很多西漢時期的七器啦 陶器啦 還有一些絲麻的植物啦 還有還有很多穀物啦 包括一些中草藥和一些食物 給她陪葬的 那而且呢 也都在這個身椎夫人多層的壽衣上面呢 披上了一層呢 輕薄的素沙蟬衣 那這一層蟬衣呢 我們一會再說 是非常之有乾坤的 大家都想知道呢 這個身椎夫人呢 由這個公元前的186年死了之後呢 去到上世紀70年代開掘的時候呢 她都依然沒有腐化呢 這個肢體 經歷了多少年呢 經歷了大概2100多年 去到今天已經過了2200年了 由她開掘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了呢 其實她的屍體不會腐化呢 是源自於五大的原因 好像說她開掘的時候 她皮膚都還有彈性 然後眼睫毛那些都還在 是不止眼睫毛 連鼻毛都還在 那大家知道呢 剛才我都說了 一般呢 古墓去發掘的時候呢 除了有陪葬品之外呢 屍體呢 通常是處於兩種狀態的 一種就已經是完全腐爛了 因為在陪葬品當中呢 有大量的有機物 有空氣 有水 因此就會有細菌 那所以那些屍體呢 大部分呢 基本上都會腐化 只剩下彈骨 甚至乎經過這麼多年呢 可能連骨都變成灰了 那第二種的可能性呢 其實就是會變成我們上一次說的 流蘭古國那些 乾屍 是的 那這一種呢 只能夠出現在一些特別乾燥 像我上次說的那個地方 沙漠一樣的地方 那也都沒有空氣 令到那些細菌 那些微生物很難生存的時候呢 沒有了水份之後呢 那條屍體就變成了乾屍 像木乃伊一樣 但是濕屍呢 它當時怎樣可以保存下來呢 那些學者研究呢 有五個原因 那第一個呢 就是當時的屍體防腐呢 處理得非常之好 經過鑑定呢 那條屍體呢 浸在一個棺木裏面 有一種呢 是液體 那種液體裏面呢 是有大量的流化胸 證明呢 其實這條女屍呢 是經過了這個浸泡處理 當中這個流化胸在這個屍體防腐和固定的效果呢 是非常顯著的 那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講到呢 當時的這個霧穴呢 是挖得很深 因為呢 我剛才講過 在他們想挖這個防空洞的時候呢 在這個小山丘那裡挖的 這個小山丘原本呢 上面的土呢 就是埋葬它的時候 撞下去的土 而下面呢 距離地平面呢 有大概十幾米深 那這十幾米深的霧室呢 基本上就已經阻隔了這個棺木和外界上面 地表的一切的一些物理和化學的影響了 而第三有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整個霧室的封閉呢 非常之好 它的霧室的周邊呢 是用一種密封性非常之好的白膏泥呢 去組成 而且這層的白膏泥呢 厚大概一米左右 而在這個白膏泥的內層呢 還有一層呢 半米厚的木炭層 那麼 發掘了出來之後呢 原來呢 有一萬多斤的木炭 那木炭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吸濕 是啊 沒錯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令到整個霧室裡面呢 既是乾燥 而且也是雨勢隔絕的 那也可以防止了 一些地下水滲入去這個霧穴當中 那第四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整個霧穴 在這個蜜蜂之後呢 基本上呢 可以說是接近真空的狀態 尤其是那些霧穴當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有機物 那些有機物 因為沒有了氧氣之下呢 那因此呢 就產生了很多沼氣 那這些沼氣呢 那這些沼氣呢 也是同一時間呢 可以殺菌 那第五個原因呢 就是剛剛我們說到 在這個棺木裡面呢 還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棺液 那些棺液呢 其實並不是人造的 其實呢 那些棺液呢 是那條女屍身體上面的液體 加上呢 剛剛我們所說的那些白膏泥 和木炭當中的水分呢 那正因為這些自然形成的這些棺液呢 是保持了這條屍體呢 在一個這樣的相對真空的環境底下 和相對無菌的環境底下呢 是保持濕潤 那所以這個新追夫人的屍體呢 被發現之後呢 可以說是立刻轟動全世界 那當時呢 正直是什麼呢 日本首相田宗郭榮訪華 那時候田宗郭榮呢 就和周恩來會面 就在談這個中日邦交正常化 那麼他呢 知道了我們找到這個新追夫人 那麼他多次呢 向這個周總理呢 提出要求 希望拿到什麼呢 希望拿到這個女屍的幾條頭髮 他想去做研究 是的 那麼由一開始想要幾條頭髮 到一條頭髮 到半寸的頭髮 我們都沒有答應過他 因為那時候他並沒有跟我們說 要條頭髮來做什麼 那麼而當時中國呢 我們的確是非常之落後 原來後來我們才發現呢 其實日本呢 是希望透過這個DNA技術呢 去研究呢 我個古人類的這個遺傳的密碼 那麼但是呢 這個呢 我們一直都沒有答應過他 那麼這個新追夫人的出現呢 可以說呢 除了在生物學上面呢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價值之外呢 其實他的文化價值也都非常之大 因為在他的陪葬品裡面呢 居然被我們發現了呢 是有好幾千件的文物 那麼裡面當中呢 最重要的呢 分別呢 就包括了有四本呢 是失傳已久的皇帝四經 包括了這個經法 十六經 清和這個道圓 這四本 而且呢 我們剛才所說的 非常之重要的那件 鎮館之寶呢 那件掃砂禅衣呢 更加是有段古的呢 那件沙漬的衣呢 重量呢 只有大概二十克 可以說是 連我們現代的紡織技術呢 都做不到那麼薄 相傳唐代的時間呢 就是已經有過了幾百年了 在漢代去到唐代的時候 在唐代的時候呢 有個阿拉伯的商人呢 在廣州見一個官員 那麼他發現呢 這個官員身上 的胸口呢 有一個字 那麼他怎麼看到的呢 是因為那件衣服很薄 所以呢 他看到他的胸口有一個字 那麼正當是目定口外 看著那個官員的胸口的時候呢 那個官員就問他看什麼了 那麼那個阿拉伯商人呢 就回答他就說 我很驚奇 為什麼呢 可以透過那兩層的衣服呢 都還可以看到他的字的呢 那麼那個官員呢 就打開那件衣服給他看 其實呢 那件沙質的衣服呢 並不是有兩層 而是已經有五層的了 那就是透視的了 是 是非常之薄 透視 那麼開放有什麼 唐朝穿透視衣服 唐朝的確很開放的 我們有機會再說一說 關於唐朝有多開放 那麼呢 在這個馬王堆當中的發現 雖然呢 由七十年代開始 到現在呢 經歷了幾十年 但是呢 其實經常都有新的發現 首先呢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防腐 好啦 今天如果大家在疫情過後呢 有機會去這個湖南散博物館呢 你都還有機會呢 去一度這個新追夫人的 真心 是的 除此之外呢 其實當中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五個原因呢 就算我們想用回這種方式呢 都未必能夠做到 二千多年前 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 這些防腐的技術 可能他都是靠天時地利人和的 嗯 都可能是啦 不過呢 都很慶幸在七十年代 我們跟這個日本建交的時候呢 甚至乎當時美國呢 都很希望呢 拿到我們這個新追夫人的研究資料 甚至講話呢 是用月球上面的月土來跟我們交換 不過呢 老祖宗的東西呢 我們都是沒有讓出去的 那因為 他們都拿得我們多東西了 這個幸運是去到我們七十年代的時候才發現 如果在清末文初的時候發現呢 可能已經流落了去大英博物館都不定了 那今集呢 關於新追夫人這個千年不負之迷呢 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段影片的話呢 記得點贊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那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吧 拜拜